说欢迎 那就是一些上了年级的老太太 她们在生活当中 每一个姿态都让人感觉到 对生活的仪式感和尊重 点赞量非常之高 今天的这三位就是掌声有请的 哇 牡丹真颜色 花开动中国 一铃钟香火彩莫 美丽春风都是歌 大美真本色 花开动中国 点燃墙山如花策 每个阵风都在说 风走我已走过 花开动中国 每个幸福的面容 都是你的轮廓 花月多喜悦多 花开动中国 美丽春天的故事 都是你的节奏 这段走秀啊 用四个字来形容 气势压人 用六个字来形容 美是一种罪过 因为它让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白活了 太好看了 请三位女士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乐退族银发闺蜜的成员之一 我叫樊奇阳 今年七十岁 我身高一米七零 主持人好 你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乐退族的李俊兰 今年六十五岁 身高一米六六 主持人好 你好 那个嘉宾好 我是来自乐退族闺蜜团之一张书珍 我今年六十六岁 我身高一米六七 这个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很多簇拥者 一直是这一辈子 也是美国来的 来来来 我年轻的时候啊 应该是一直就非常爱美 因为我呢 也比较追求这种比较美 比较时尚的生活 来张奶奶 我觉得我就是很注重这个自己的自身表现吧 还可以吧 我觉得 这个以前经常说一句话 女为月极之荣 其实这意思大概还是说 对于喜欢自己的人 我们要给他美 但其实现在有一种观念 就女人要取悦自己 不是需要通过别人来取悦自己 我买东西是因为我喜欢 我穿是因为我觉得舒服 我才不管谁谁谁喜欢我 的确是这样 实际上现在呢 我们生活呢 这个时代呢 是赶上好时代了 生活呢 非常好 我们也都退休了 孩子们都大了 都成家立业了 所以我们每天呢 就是高高兴兴地玩 然后 有了丰富的物质条件 然后加之 我们现在身体状况特别好 大家看我 我觉得我不太像七十岁的人 除了头发白了 但是那个皱纹多一点 但是心智还是很高的 自己美一点 给别人带来的是一个享受 您最喜欢自己 哪一部分觉得最美 他们都说我笑得挺好的 您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一直说 她是个爱发如命的老奶奶 对头发特别喜爱 是吧 说是坐在公交车上 真怕别人碰自己头发 为了让小孩子不碰自己头发 宁愿给小孩子让坐 您给我们说说这事 是 是这样的 就坐公交车的时候 那个车上多挤 我都不怕 我就怕别人碰我头发 有的时候 人家那个扶着那个把手 就这个衣服啊 可能就要蹭到我的头发 哎呀 我就从心里边 我就觉得特别的起急 那您既然别人碰了一下头发 您都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那您掉过头发 掉头发是那个 是有的 就是因为以前 我那个 就见不得白头发 我就老染 这个时间长了以后 那个头发呀 掉得可厉害了 哦 那咋办呢 可伤心了 对 就是很 也挺着急的 后来 那个偶然一次机会 完了 他们就说 说那个 你这个头发 你还不如就干脆 让它全白了呢 后来我想怎么就全都让它白了呢 我利用一个冬天 我给它剃了 哦 剃完以后 然后它再长出来就是白的了 哦 我觉得现在那个白发 嗯 那个也很吸引 很吸引眼球 那当然 就像梦露的一头金发一样 啊 你看这一女人呢 她这个状态好不好 你看她说话 是不是还有少女的天真浪漫 你看她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 那你就干脆让她都白了吧 啊 就说明这心态不错 而且呢 作为一个主持人 以我的经验 在同时采访三位女士的时候 不能老是采访一个 得平均 要不然另外两个心里肯定在想 啊 对对对 来 我们采访一下李奶奶 啊 有一个外号叫铁娘子 哇 是不是工作 特别 我公 我呀 事业心特别强 我是一个事业型的人 因为我热爱工作 嗯 我一工作起来 我就什么烦恼 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连老公都忘了 我就是一个工作狂 哈哈哈哈 您最喜欢 您觉得身体哪部分 你觉得最漂亮 嗯 我其实也非常喜欢自己的头发 嗯 就自己修 自己卷 完了以后 我就自己做发型 我一般是不让别人碰我的头发的 那晚上睡觉咋办呢 晚上睡觉没关系 那老伴也不能碰你头发 哈哈哈哈 我这头发特别争气 就是我只要不洗 它就是这样子的 你也是喜欢自己的头发吗 我因为头发生来就少 我的 我喜欢我的身材 身材 对 那时候呢 小脑袋是 小小嘴都不吃香的 现在呢 小脸 小脸上劲了 我反而成了优点 因为一直注意那个 饮食 控制体重 怕长胖 所以我在很年轻 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注意 嗯 吃饭啊什么的 都都很自律 教教他们 你看他们一个二个肥的 你看 在做的还真都是挺美的 除了李群比较瘦一点之外 其他的几乎都发福了 都挺美的 啊 就是控制饮食 怎么控制 教教我们 现在 那我要说 现在就是不健康饮食 大家会说我 什么胆结石 什么呢 我们不说 现在 不吃早点 你能做到吗 我一直不吃早点 因为起得很晚 哈哈哈哈 但我终于有伴了 嗯 然后中午吃的也很少 经常有时候就拌一根黄蜂 一个鸡蛋就是我的那个营养了 然后喝一点粥 所以我身体还真挺好 我吃水果啊 这些营养鱼啊什么的 嗯 鸡肉什么的 都是基本的营养是够的 肯定的啊 我们 我们有时候拍摄抖音 大家可以关注抖音 乐退足这个账号 嗯 我们 刷到过 嗯 我们也也直播 现在 奶奶们也时忙直播带货 哎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哈哈哈哈 但是不提倡 因为大家觉得这样不健康 特别是我这种不吃早饭的 老说胆结石 嗯 实际上我家先生是天天吃早饭的 他是胆结石 我呢 现在最常 对 而且我呢 我觉得我是有个健康的记忆 因为我的老妈妈95岁了 现在还很健康 啊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刚才想问问题的 想请教一下 如何保持美之道的 我想问你们穿的是高跟鞋吗 肯定啊 嗯 哇 这根子也不低 哇 好厉害 那你们这个 对 走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有腰疼啊 或者是怕万一扭到了 有着担心吗 没有 我 我练这个已经有十 十一年十二年 十一年 穿着跑都行是吗 可以 反正走 谁吃饱了撑着穿着高跟鞋跑啊 走快不可以 不跑不跑 先生上台来嘛 和我们一起走 来呀来呀来呀 来呀来来 走一走 哈哈 年龄也比较匹配 哈哈 谁呀 哈哈 再来三两位男士 来来来 呃 潮汐 徐磊 来 那个丽大爷 你把你的背直一点 是是我也觉得 我还没有他们直呢 对呀 你那个背真的是弯呢 来 听凡奶奶指挥 这么样看觉得 浩洋这会儿特正经 好和谐啊 看一眼走得像个模特 感觉浩洋 就哪儿 除了脚会动之外 哪儿都不会动了 来呀 怎么叫僵硬 这就是立浩洋 这潮汐啊 这两步走的真的比立浩洋好 孝新浪 对潮汐走出婚礼的脚步 好是一个粗暴的男人 终于变温柔了 过 红柴 我已走过 我可以住过 每个幸福的面容 虚雷有点荒唐 雷哥你别怕 我们雷哥找的特别好 今天都没有恃 顺老 这就是总结婚 这些坏人 影响别人走台 来 我们请三位说一下自己的感受 说一下感受 来 潮汐你先来 我先说啊 我觉得我有点像那种 跟一个厉害的妈妈在一起走路一样 然后管得我这个束手束脚的 大气都不堪传 我在走的过程中啊 完全没有觉得是一个 就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走在我身边 我觉得就像是一个年轻的模特一样 她的整个的气质啊 还有的穿着啊 包括她跨着我的胳膊的时候那种感觉啊 我觉得 哎呀 我觉得就像是走在梯台上一模一样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被照顾的那种感觉 这位大姐其实一直在告诉我 应该怎么配合 什么时候开始走 因为我不太走舞台啊 就是我是特别紧张的 但是在这种被照顾的感觉上 其实特别好 就是走着走着你会有幸福感 谢谢帅哥啊 他没叫我老奶奶 我特别高兴 叫我姐姐 有人我在工作单位老总都叫我姐姐 我觉得你们在走台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感受 就是千万不要拿年龄来说事 好像在刚才走学的过程当中 年龄的优势根本不屑一提 其实岁月的沉淀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气势压人 这种岁月的沉淀真的是 不接受反驳 你没有办法去跟他 无论你平时气质有多好 你是一个学高八斗的人 但是在刚才的这一流转的过程当中 我们感受到了岁月的美好 来 首先谢谢三位男士 谢谢 来 我们请三位女士上台 谁愿意自告奋勇 我要跟樊奶奶走 走出了青春的步伐 对 我觉得有一种 女大不中流的感觉 女儿太大了 哇 难道这是一对双胞胎吗 这是李群穿越了 哇 太温馨的场面了 这个姐妹 你们两个的笑容一样灿烂 特别美 来 说说自己的感受吧 还嘚瑟不 今天我年轻 我皮肤嫩 不嘚瑟 主要是我主要想 是要是我真的有这样的婆婆的话 就挺爱心的 你那么想做人家的媳妇啊 压力太大 李群 我说话 说实话 我十几岁的时候 真的是挺惧怕这衰老的 但今天在这个场上 就我觉得我特别释然了 我就特别 真的是 我就都放下了 对这个年龄这个概念 因为我觉得 真是在任何年龄 都可以收获美好 或许呢 越有年龄这个沉淀 可能越美好 来 李群身呢 我今天是学到了 我们家所有裙子 加一块可能超过三件 就是我觉得穿裙子特别麻烦 裙子配完以后要高跟鞋 然后头发要注意一下 然后再配上耳环项链 我觉得做女的 就特别麻烦 但我今天觉得真好看 我回头要满意 特别就是 不拎不拎大裙子 我下回来 我就穿着 我就坐那 我觉得你们刚才这么一走 就三个字 没法比 但是后来我又想 只是在舞台上觉得没法比 但你们也有你们的美 其实在生活当中 真正有本事的人 是可以让时间静止的人 或者让他更缓慢的人 我们有多长时间 在生活当中敷衍了自己 但是这三位不一言 他们每一步都